各位同胞大家好 欢迎来到宅起来救台湾 宅新人后开奖教室 我是行走江湖508年 年纪一大把 猜拳猜术只好来开奖的猫蕊老师 当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看到这个画面 就代表你也是不宅不爱国的成员之一啦 以前要救国 没有救个几十万人多推几个塔 是成不了气候的 但是现在只要宅在家 守住你的房门跟家门 就可以拯救国家 这种CP值超高的活动 同属阿宅体质的我们 一定要好好响应 不是吗 当然我们阿宅救国也不忘学习 今天猫蕊老师我开讲的文章是 汉林版七下国文字学选文一 里面的定博麦鬼 现在计时 给你30秒浏览一下课文内容 预备呗 开始 好 就算来点击 转发 克转发 时间到 你看看文章 虽然是文言文 但是给它有够短是不是 莫急莫慌莫害怕 解读文章之前 我们要先进行另一个 CP值也超高的学习 那就是认识小说 为什么我们要先认识小说呢 因为国中就短短三年 只学定博卖鬼 就只懂定博卖鬼 学一篇只会一篇 这样去参加会考前 老师是要教多少篇 学生是要学多少篇 比竹课工程师更爆肝 也教不完学不完好吗 所谓擒贼先擒王 不是啦 我是说我们当然要先了解 小说的基本重点 再用课文或题目来反复练功 才是国文至圣王道 好就这一个move 小说全场就全靠这三大元素hold住 江湖三点诀 说穿了就不值钱 依照画面所示 角色 情节 主题 只要掌握住 解读一般小说就不成问题 当然事情不是如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要学就不能只学皮毛 咱们还要再深入探讨 看看这小说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们先看小说三大元素之一的角色 角色说起来很简单 你也行走江湖多年 没看过猪也吃过猪肉 没看过小说应该也追过剧吧 所以对于画面中的主角配角的差别 应该很清楚 而且主角通常会呈现多面性 配角呢 则是比较单调 但我们当老师的还是得本着爱与关怀 再多提醒个几句 如果是架构比较简单 篇幅比较短的小说 通常会出现最多次 话都他在讲 饭都他在吃 妹都他在撩 欧巴都是他在约 C位都是他在站 永远不会领便当的那一位啊 就是主角 但如果是篇幅很长 甚至出了好几本 例如金庸大师的武侠系列 或者是所有集数排在一起 每本书名第一个字合在一起念啊 就会变成长头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一路哈不停的哈利波特系列 我们就比较不会只看到 单一个主场的主角 称完全场 而且还可以预期呢 会出现各大角色拥护者 在网路上站的你死我活的场面 但不管怎样 整个故事的走向 大致上是以主角的视角 一路冲到结局去 配角呢 通常人数众多 那配角是用来干嘛呢 俗话说 红花还得绿叶来称 没有配角的ㄎ 哪看得出主角有多威 没有配角当坏宝宝 主角的好感度怎么加分 总之 他们全身上下空虚寂寞了 额头上被刻了 我不配三个字 当然作家呢 对于配角的构思 也会跟篇幅有关 结构越简单的小说 配角的表现就会越单调 也就是刷不出太多存在感 它唯一的作用 就是衬托主角的特质而已 但若像是金庸小说 这种旷式剧作 反而会经营出一些 很有特色的配角 这些配角在网路上都可以查到很多资料哦 不过说到底 他都不能抢过主角的风头 所以特质自然就不会像主角一样 呈现多面性 什么是多面性 虽然大多数主角就像是吃了很多无敌猩猩一样 一路过关斩将 什么好康的钟就都会落到他头上 如果这么厉害 是不是可以配个疫苗来台湾 让我们蓝空都不用拆啊 回归正题 不管它多正面多阳光 它还是会在小说中依据情节的推进 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质 你可以从它身上同时看到坚强与软弱 勇敢与退缩 就跟我们正常人一样 是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人物 也就是这样具备复杂的人性 读者才可以轻易的把自己的遭遇 投射在主角身上 跟他同悲同喜 孟瑞老师以哇本郎最近在肯的 十多集庆语年为例 虽然他已经翻拍成戏剧 而且红透半边天 但是书的光芒还是无法被掩盖 就像画面上呈现的凶残汗好斗 这主角里面的范贤啊 他不可能只靠一两种特质 就撑起十多集的文字量 所以在书中的他亦震亦邪 虽然悲天抿人 但是公斗起来啊 远胜重播到烂的后宫甄嬛传里的娘娘们 他呛人不留情 杀人不眨眼 但是为了家族责任深谋远虑 总之 你如果想见是什么叫做具备多面性的主角 而且比翻拍的戏剧更丰富 不妨就去看庆余年这套小说 猫蕊老师我就先推坑推到这边 不爆雷咯 接下来一个华丽的转身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呈现的是 小说三大元素之二 情节 在情节这个领域当中呢 你可以先从四方面左手 分别是背景 发展 转折 跟结局 这是像串联起来 可以说是小说从头到尾走一遭的基本款 简单好上手 待会猫蕊老师我会带着你各个急迫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到背景 这会出现在小说的开头 可能透过时间啦 环境的描写啦 或者是氛围的营造 引起读者阅读的动机 猫蕊老师我就以我现在的爱书 庆余年为例 他第一集的开头写着 范盛很困难的撑着上眼皮 看着指头算自己这辈子做过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结果右手五根瘦成筷子一样的指头还没有数完 他就叹了一口气 很伤心的放弃了这个工作 病房里的药水味总是这么刺鼻 旁边那床的老爷子前两天已经去地藏王菩萨那里报到了 大概再过几天就轮到自己吧 他得了某种怪病重症肌无力 就是特别适合言轻小说男主角的那种病 据说没得医 将来蛤屁的那天什么都动不了 只有眼泪可以流下来 你看看你看看 作者在这短短的篇幅中就告诉了你主角在穿越之前的状况 环境是在医院里 我们可以知道他很瘦 得了梅药医的肌无力症 应该不久之后就会领便当了 主角才出现没几行就悲催到准备领便当 还不够可怜吗 而你应该也会好奇 这跟一般小说里男主角是霸道总裁的路数不一样 一开始就肌无力 未来还能怎么推展下去呢 这是不是就勾起你的好奇心啦 再来我们看到情节中的第二个要项 发展 发展就是情节的推进 一般我们都会采用你在继续文当中学过的顺序法 要不然就是你在背影那一刻中学过的静框式 现在过去现在的写法 而茫瑞老师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个化现重点 这会考重中之重的超级新兴题 那就是伏笔 根据咱们教育部字典的解释 伏笔就是写作时为校文预先安排情节发展线索的笔法 在我看来这解释真是好棒棒 有讲跟没讲一样 事实上伏笔就是作者在小说中安排的小心机 通常我们要看到后面才会知道 原来作者在前面已经有扑梗了 例如说哈利波特在第一集当中 就透过动物园里的蛇来铺垫哈利和鼻子向插座的大魔头 伏地魔之间的关系 而这两人跟蛇之间真正的连结 却要到后面的极数 读者才会恍然大悟 也才会知道作者的利害之处 所以看不出伏笔的人 往往只能在最后听人家解释时 才拍脑袋说 事情不是我这种傻人可以了解 而看出伏笔的人 就可以跟花伦一样 边剥刘海边说 嘿 baby 我早就知道咯 情节里的第三个重点 就是一篇小说中最让人揪心 边看边骂还一直看的地方 要分辨转折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在阅读的过程中 脑海中出现了 登登 或者是会抱头狂摇 很崩溃的喊说 不会吧 又或者是编的大吼说 叫作者出来面对啦的地方 就是作者要吸住你眼球 让你欲罢不能 一页一页翻下去 一级一级追起来的虐心安排 你好不容易躲着老北老布玩个手游 村庄都会被雪莉攻击 上传照片到IG炫耀 结果是转角遇到酸民 凭什么主角可以一直一帆风顺 出门都还有人撒花 这种跟现实人生脱节的戏码 你也不想看对吧 所以说啊 没有转折的小说 势必吸引不了在现实人生当中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好的我们 哎不是啊 躺好就领便当了 跌倒就要站起来啊 受创后站起来的主角 才能成为读者心中的英雄 也才能安慰我们千疮百孔的心 成为我们生活的寄托不是吗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展到结局的三种表现方式啦 猫瑞老师之前说过故事要跟着主角走 所以结局当然是要看主角最后如何能安排 才能说他是皆大欢喜的结尾 还是作者被骂爆的结局 我们今天在重点上放的 那个紫色字 开放式结局 开放式结局 是你当主角命运的大主宰 你要他生 他就生 你要他挂 他就活不到下一秒 是不是很爽快啊 猫瑞老师以美女还是野兽的故事为例 不是迪士尼那个美女与野兽啦 这里的美女还是野兽 刚好就是男女主角的两男 汉公主热恋中的男主角啊 被国王丢到竞技场 他必须靠着看台上那位知道两扇门后 到底是美女还是野兽的公主 给他一个手指轻微移动的暗示 但不管怎么选啊 男主角如果不是当场跟美女结婚 就是跑给野兽追 然后杜破长流当野兽的下韭菜 也就是说啊 公主永远都别想跟男主角在一起啦 你说男主角希望公主给他拿扇门 你说公主会暗示拿扇门给男主角呢 作者把这种身杀大权交给你 是不是很揪心啊 而这种让读者一起体会两难的作者 虽然很讨厌 但是在你的人生当中 小制午餐要吃什么 大到志愿要选哪一个 可能都让你很难下个此生无悔的决定 小说果然就是反映人生啊 没看过的人立马手刀去借本来看啦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到小说三大元素的最后一个咯 那就是主题 这也就是小说很久远一本永流传的主因 只要他的写作目的啊 拥有不可取代性 不管放在哪个时代都可以对应到时代的议题 这篇小说啊 就可以被盖妙膜拜咯 为了方便大家串联起小说的本身 以及故作者的写作目的 那我的老师提供给你一个句型 那就是画面上的借故事抒发想法 但是你要记得 故事事实上呢 只是表象 写作的目的呢 真正的在于那一个书发的想法 也就是这篇小说的核心价值 用猫蕊老师目前热爱的庆余年来举例 因为他有穿越的剧情 有人说呢 可以从书中体会到 现代思维和古代世界的碰撞 我们现在把它套用到剧情当中 就会如画面中所示 庆余年世界范贤的故事 抒发作者对现代与古代思维碰撞的想法 能看出一本小说的核心价值啊 代表你的程度非常非常的优秀 特别是当你看出了别人没看错的点 还能言之有误 那别人只好对你献上他的膝盖咯 学完解读小说的三大元素 我们就要来减合一下 冰雪聪明的你到底跟着猫蕊老师我 学会了多少解读的技巧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挑这篇很简短的故事 让你练习一下 刚刚学过的重点 现在开始计时 给你20秒的时间阅读 预备呗 开始 好了时间到 现在给你3秒 请你找出这故事里的主角跟配角 OK时间到没错 男主角就是小明 女主角是小红 全班同学就是配角 这边你可以发现全班同学戏份只出现两行 而且他们都是没名字的人 这就是配角的命运啦 再来给你3秒 再来给你3秒 转折 给你小小提示 这里的转折不止一个哦 时间到 这个作者真的心机重 在我们还在纳闷 班上就怎么考第一名的时候 全班的团结竟然就出现了 这小明到底是怎么收买全班的 而就在我们觉得小红人生无望的时候 没想到 他竟然想到吃掉自己试卷的这一招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真正恐怖的是小明放大绝 在全班不写的状况之下 还帮小红写考卷 不得不说啊 小红真是叛太岁 是不是过年没去点光明灯啊 最后我们来看结局咯 结局要看主角的命运 站在小明的立场 当然是喜剧 但站在小红的立场啊 就是人生的大悲剧 而之前你的学章姐曾经说过 站在那三节号的立场 感觉作者很不想把话说死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帮小红 想些摆脱渣男魔掌的妙招 把他当开放式结局也不错 就算这是一篇很短的故事 你也可以发现 主角跟配角透过讲话时的嚣张 还有默默的把笔放下 眼泛泪光 微微一笑 这种动作的描写 我们就可以随着读那个情节的进行 脑海中也呈现出一幕幕的画面 所以你在阅读小说的时候 可以多注意这些细节的呈现 角色的特质就是这样慢慢深化在你的脑海当中 让你为他疯狂 好了 以上就是解读小说的三大元素全部的内容 猫蕾老师再帮各位复习一次 解读小说的三大元素分别是角色 情节主题 在角色方面你要关注到主角的多面性 配角算单调 但是没有他 主角就只能是猪角啰 在情节里面呢 背景是透过时间环境气氛累积出来的 情节推动时呢 不妨训练自己找出伏笔的功力 而没有转折就不是好小说 主角也会透过转折一次又一次的显现自己不同的特质 文字量越多的小说 转折也会越多 相对的主角的呈现就会更立体 在最后的结局当中 喜剧人人爱 悲剧让人印象深刻 而开放式的结局啊 会让你欲罢不能 你应该多去接触不同的小说 体会一下乐趣 最后的主纸句呢 是百搭款 其他文体也都适用哦 这可以帮助你啊 不要被文章的表象困住 多一点深入的思考 这样子 不仅考阅读测验的时候啊 难不倒你 作文也可以轻易的写到五六级分哦 为了让大家的想法更强化 接下来的影片 是朱又勋老师所讲的 文学的放大和缩小之数 这影片的重点 可以呼应我们刚刚上过的主纸句 他所说的 放大到议题 也就是主纸句当中的想法 也就是译本小说的核心价值 待会就让这深入浅出的影片内容啊 为我们今天的学习 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吧 我是宅起来救台湾 宅新开讲 财新人后开讲教室的 猫蕊老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嗨 大家好 我是朱又勋 我现在是专职作家 也是 世界国版高中国文课本的执行主编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哦 就是 如果你常在看其他国文老师啊 或作家学者 在解释文学作品的时候 他们好像都有一种 像通灵一样的能力 只要一拿到文章 拿到作品 就可以告诉你说 啊 这里面有一个 什么样的性别议题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环境议题 或怎么样的议题 可是你自己怎么看 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其实呢 这个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做到的 你只要掌握两个简单的诀窍 你就可以能够找到 文学作品当中的议题在哪里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 这两个诀窍呢 第一个诀窍 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文学基本上是一种 放大缩小的一个活动 什么叫放大缩小 当我们在说很多社会议题啊 不管是阶级啊 族群啊 性别啊 各式各样的议题的时候 其他讲的都是一个很大的东西 可是事实上 当你去读文学作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多数文学作品 不管是小说 散文或诗 都是在写很小的几个小人物 他心中的想法 那这个大跟小之间呢 其实它并不是 完全直接可以等同起来的 它需要经过一个 放大缩小的转换过程 这个转换过程呢 我们要先建立一个概念 就是 其实你看到的所有议题 都是很多个人的烦恼 所集结起来的 就是呢 一个人的烦恼 它其实是烦恼 但一群人的烦恼 我们就称之为议题 好 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 我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啊 我今天突然之间 30岁40岁 我找不到工作 我失业了 我现在没有工作 这是我的烦恼 可是今天当台湾 如果有100万人 有这个烦恼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叫做失业意义 好 今天假设呢 因为我的性向的关系 我喜欢的是男生 或是喜欢的是女生 我的性向造成了 无法结婚 这个东西叫做 我的烦恼 但如果今天有 20万人 30万人 有一样的烦恼 这个叫做 婚姻平权的议题 其实透过这个转换 你就会很清楚的发现 所有你所知道的议题 最后都会还原到 个人的小烦恼上 那这跟文学解读 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你仔细想一下 就会发现了 文学作品里面 我们谈到的 小人物的心中的想法 跟他们心中 所谓的烦恼 你只要往上去想象说 是不是其他人 跟他有一样烦恼 你就会从文学作品里 发现的议题 好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各位 可能在国文课本里面 常常读到 有一篇 很著名的小说 是鲁迅的孔宜己 它是一篇很著名的 现代文学小说 那鲁迅的孔宜己 从后到尾看起来 都在写孔宜己 这个人的烦恼 他一路上都在乞讨 然后他没有钱 然后没有人要雇他 去做任何事情 他还当不了官 这是他的烦恼 可是你只要稍微想一下 清代末期 或是民国初年 是不是有很多读书的人 都有一样的烦恼呢 好 如果有 那也许这就是一个 当时的知识分子 共同的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放大缩小之数 你看到的作品里面 所有小小的烦恼 只要人数够多 往上拉 就是一个大的议题 你就会找到他的议题了 好 那这是第一个诀窍 就是找烦恼 找议题 第二个诀窍是什么呢 有些时候你 进到一篇文学作品 你会发现 诶 他的烦恼好多啊 每个人都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烦恼 那到底哪一种烦恼 才是更重要的议题呢 好 我这边提供各位 第二个小诀窍 是一个缩小烦恼范围的方法 我们只要找三个要素 这三个要素 通常可以含瓜 八九成的 我议题作品当中的烦恼 这三个要素就是呢 我们去找 这个人身上的标签是什么 好 人类的标签 通常有三种 性别 族群 阶级 这三种标签 会决定他的生活的情境 也当然就会决定 他的烦恼是什么 所以你当你看到 一个小说中的角色 或看到一个散文中的角色 或甚至看到 作家本人的时候 你马上可以问自己 他的性别是哪一种性别 是男生的还是女生呢 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呢 好 那他的族群是什么 是汉人吗 是原住民吗 是白人吗 还是黑人 那再来他的阶级是什么 他大概多有钱 他是中产阶级 还是他非常有钱 是大地主 或者他简直跟一般人 一样的平民百姓 那不同的阶级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性别 他的烦恼也会不一样 比如说你可以想象 同志的烦恼 跟异性恋的烦恼 方向就会不同 或者是说 有钱人的烦恼 跟没有钱人的烦恼 可能都会不一样 这时候你只要找到 这三个标签 你寻找烦恼的范围 就会缩小了 OK 再一次回到第一个诀窍 当你找到烦恼 马上问自己 其他人有吗 如果有 议题就出现了 好 我这边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这个例子 如果你有兴趣 也欢迎你找这篇小说来看 有一篇在谈白色恐怖的 台湾重要的小说 叫做夜情 黑夜的夜 钢琴的琴 她作家是一位 重要的女作家叫李渔 李渔老师的这篇夜情 从后到尾 如果你只看小说的表面 你只会看到一个 好像 失去了她的丈夫的太太 有一位太太呢 她的丈夫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 那这位太太就 因此这样生活陷入困苦 她整天就在面店里面 打工煮面 看着客人来来往往 然后 觉得心灵很枯急的时候 她就会上教堂 然后跟神父很多交谈 如果你只看表面的故事 你就会看到这个 太太好像在烦恼的 她的丈夫不见的故事 可是如果你 稍微深入到故事的内部 去找她里面的蛛丝马迹 你就会发现 这个太太的烦恼 跟其他人的烦恼是很像的 就在那个年代 很多人的先生 都会莫名其妙的不见 这个不见是很严重的 就是你甚至不知道 说她是死了 还是她逃走了 她逃亡了 还是她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都不晓得 但我们就看到这个太太 一个人像游魂一样 在面店里 然后看着每天 进进出出的客人 这客人好像我先生 这个客人不是 然后非常思念她的先生 这样 所以在这里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说 太太本人的先生不见了 这是一个烦恼 可是怎么会有一个世代的知识分子 或一个世代的青壮年的男性 一起不见了呢 这里显然就有一个政治议题了 透过一些分析 你就会发现 因为白色恐怖时代 有很多中壮年 或青壮年的男子 投入了政治运动 然后一起 就被政府全部逮捕了 或甚至被私刑处决了 那透过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烦恼的事件 它就可以写到一个 非常大的社会议题 从中也可以让你看到一些 更个人性 更纤细细腻的情感 再次跟各位复习一下 今天的两个诀窍 第一个诀窍呢 就是在文学作品阅读的时候呢 请你先去找 这里面的角色有什么烦恼 然后把这些烦恼 放大到一个共有的议题当中 那第二个诀窍呢 就是用性别族群阶级 三个身份标签 去缩小你寻找议题的范围 透过这两个诀窍 你就可以很快速地 在文学作品中聚焦 去看到更深刻 更细腻的一个思考 好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